字幕提供 我想要把它 我想要瞧一下角度 等我一下 這樣 為什麼要怎麼喬好角度啊 這樣嗎 好討厭喔 等我一下 啊 角度還沒有 還沒有喬好滿意的 討厭 這樣 不行啊 還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就不喜歡 沒關係 算了 因為今天的手機價比較短 我可以先 你知道 因為我剛剛啊 就是我恐掉了 可是我等一下要吃我的晚餐 所以 所以我來考慮要不要 補口紅 可是後來還是想說算了 不補了 我直接吃晚餐 沒有啊 剛剛紅衣 因為我剛剛有換衣服 晚餐 吃滷味 我這是把那個王子麵 改成手工麵 今天經費不足 嗨嗨 有拔了嗎 沒有 今天經費不足 欸 它改手工麵 要加二十塊耶 超貴 有櫻桃嗎 沒有 今天就滷味 吃這樣吃就飽了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謝謝 百元神推送我的新之怪 你們知道 對 今天經費不足 金錢的金 你們知道那個嗎 手工麵比較好 我不知道 我沒有吃過他們這家的手工麵 但感覺應該會比王子麵好 我餓 你們知道 今天 Mina前輩生日 然後我們剛剛做她生日快樂 還有送蛋糕 原來直播吃飯是為了算錢 沒有啊 聽說你約會帶了好多髮夾 四個啊 你們有人有來看我的 你們有來 那個夏日約會看我的菱菱嗎 可是好像蠻少的 謝謝明金送得人際會員選票 有露麵嗎 沒有今天是滷味 然後今天 蔥王子麵改成 手工麵 嗯 反正就是 每天天很可愛 謝謝 我竟然沒有緊張耶 我超 我覺得我那次表現得很好耶 自己講 我覺得我那次表現得很自然 然後對答如流這樣子 自己講 完全自己講 表現得很好喔 塔瓦哥 本人很可愛 謝謝 這次有設定自己是什麼角色嗎 沒有耶 我以為你會尷尬但完全沒有 就代表我還蠻會講話的吧 你知道為什麼我不喜歡這角度嗎 因為它太矮了 你會不會尷尬 突然有什麼方法嗎 還是我用這個墊 我用我的裙子墊好了 這樣我比較好啊 沒有耶 這樣會平穩嗎 什麼平穩 會啊 因為是裙子 它是步做的 它是平的 我覺得這家手工麵很好吃 而且它好像有加一點醋 我不喜歡角度太低 因為這樣子 你們也比較能看好我啊 你知道 嗯 不是第一回合的 猜拳 猜拳那個 第一回合的猜拳 不是結果出來了嗎 然後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我的結果 然後好像有 好像有那個誰啊 好像有把 我爸 我爸就有跟我說 結果 然後名次 然後 他就說 我是 第九名 然後是二期生第一名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很謝謝保護隊 然後謝謝保護隊 就是 可以 就是送我這麼多 剪刀手補 很開心 約會那天 有什麼好笑的事情嗎 喔 就是不是柏林前輩主持嗎 然後 我們 我們進場前都要選自己的 自己的 動物嗎 然後我不是獅子嗎 可是 詩雅也選獅子 然後 就變成說 詩雅它是大獅子 然後 我是 我是小獅子 然後詩雅其實就是 然後我就 還有兩回合要加油 好喔 謝謝保護隊 大小獅子有拍下來嗎 拍什麼 有照片嗎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那時候 好像就有 粉絲 回去跟我說 就是活動結束 他就跟我說 他跟我說 我們都 就是我覺得 你本人 臉很小 就是 他們說我本人臉很小 然後 就是 而且不只他一個人 覺得我臉很小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我臉很小 很兇耶 謝謝鋼鐵鈴粉送的樂 不只臉整個人都很小隻 我是 就是 品行前輩的那種類型 就是 身材 我不喜歡 我喜歡 我喜歡 就是 高高的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 矮矮的 也蠻 就是 我覺得後來覺得就是 高雖然很 很 微風的感覺 可是好像矮的蠻討喜的 就我的 身材矮的很討喜 就是不會說到很矮 也不會說到 非常的 就不會到很矮 就剛剛好的那種 就會讓你覺得很討喜 靈怡其實本人很小隻 但照片看起來 不會很小隻 那就代表比例好 然後我有過敏體質 所以我就 在家裡的時候 聞到那種 娃娃的棉絮 我就會一直很想 流鼻涕 然後打噴嚏 超不舒服 人都渴望自己沒有的東西 好像也是啦 然後 自己東西好的 就 沒有注意到 這樣 然後就會去羨慕別人好的地方 我就是這種 所以我就是 很常羨慕別人 懂 羨慕別人的戲 零零整體 比例很好 謝謝 你知道那天我真的很扯 不是下日約會 大家都穿白色 或是很亮色系的嗎 然後 就只有我 還有羽林前輩吧 我其實羽林前輩 好像也是穿黑色的 洋裝 他就說我也穿黑色 就我一個人穿黑色 然後我爸就有問號 下日約會穿黑色 然後我就說 喔對阿 曬黑了 沒有我約會的時候沒有留鼻涕欸 我就在家裡聞到那個棉絮的時候 就在留鼻涕 因為我爸爸沒有去阿 他是那個啦 他是看照片 還好是衣服曬黑 嗯 其實我的皮膚 是那種 不容易 很不容易曬黑 可是也沒有說到非常不容易 曬黑 就是那種剛剛好 可是我一曬黑的話 我又很快就擺回來這種 而且我覺得有色差 你們這樣看我好像很白 但其實本人我沒有很白 有色差啦 你說 近距離互動阿 我有這樣 他不行 他不會來 不會生氣 所以第二回合的 猜拳熱身賽開始了嗎 沒有比牆壁還白吧 太浮誇了 開始了 沒有還 因為 因為還沒有人開始送 因為還沒有開始 因為還沒有人開始送 所以我就不知道 他開始了沒 嗯 我想要 充一搏 不容易 謝謝保護隊送的 錢到石頭鋪 一說就送 感謝保護隊 愛死保護隊了 欸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那個嗎 就是 我國中的時候 就是 那時候好像 畢業會考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打排球 我都不打排球 可是 因為我很怕曬黑 可是我如果一曬黑 是那種 我一個禮拜 如果連續擦 保濕 就是睡前那種 保濕乳液的話 就是一個禮拜 可以擺回來 就差不多一個禮拜 擺回來 真的超誇張 我自己也不懂 為什麼我的皮膚可以 因為有些人好像皮膚 就是真的就是 天生白 不懂 零零很少去外面曬太陽嗎 沒有很長欸 我都會 我都會在什麼 中大中午 然後很熱的時候 走路散步 去買午餐吃欸 對啊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會啊 一定會多多少少會曬黑啊 可是我擺得沒有那麼的慢啊 應該是我還沒有那種 完全的曬香經驗吧 就是 有些人的曬香經驗是 曬到脫皮那種 我完全沒有曬香曬到脫皮的經驗欸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不喜歡在陽光下面 待太久的人 我只要戴一下 我就會 很想去沖水 或是 在遮陽的地方 我真的不喜歡在太陽底下 待太久 謝謝保護隊送的剪刀手部 8月8號的 快產西門町給我 兩次都有我 兩次 大家來看我 其實我也沒有去過很多次海邊 我好像只去過一兩次還不到 還是 是只有一次而已 我好像只去過海邊一次 就一次而已耶 一次還兩次啊 我不知道欸 那時候我好像是 國小的時候 還是國小的時候 然後 嗯 然後家人就一起去那個 墾丁 然後我們有去那個 鵝卵鼻 高雄鵝卵鼻 還有那個 啊 台所的 我不知道現在什麼地方了 反正就是最南邊 的那個鵝卵鼻 還有那個 呃 我們還有去那個 白沙灣 就肯丁那鼻 8月8號出什麼 不會啊 我不知道 命運的安排 OK 快閃了已經很有經驗了 沒有 好不好 不敢當 那其實我不是一個很喜歡去海邊的人 如果說要玩水的話 我都只去游泳吃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曬太陽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曬太陽 你要在短短的 看起來時間內展現自己的活力跟大家互動 很難耶 我還在摸索當中 可是你知道我最近在思考一件事情 我最近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最近不是 喔 最近我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 要怎麼 有自己獨特的風格 就是我好像沒有一個獨特的風格 然後我就很想要自己的風格 可是我就一直找不到 然後我問很多人 他們都沒有給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就可能他們應該 就是 就是 我指的正確答案是 他們應該要給我說 你就是可愛 或是 你就是性感 或是 你就甜美啊 或者是 你就帥氣啊 可是他們都沒有給我一個這樣正確的答案 然後我就覺得 啊 我風格到底是什麼 零很有風格的吧 可是 我沒有一個 不然粉絲告訴我好了 就是 你們覺得我的風格是 哪一種 你知道嗎 撐傘 我很累 欸 講話直接算是一種獨特的風格 不是啦 我說的風格是 不是個性 我說的風格是 用形容詞可以說出來的那一種 呆 呆 呆不是風格吧 我很呆 討厭 我記得 走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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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美小甜心嗎? 我覺得沒有,那我只是 那我只是想不到說什麼啊 外型就甜美可愛吧 馬尾公主頭都很適合啊 可是我不想把自己舉現在甜美可愛 好像還有其他 可能就是長相甜美可愛 可是如果說要真正的個性的話 我覺得我真正的個性 不是甜美可愛 就可能有些人就是 外型甜美可愛 或是連個性也甜美可愛 可是我好像是就是 外型是甜美可愛 可是 怎麼說 可是個性好像就不是甜美可愛 而且我到底就是 漂亮跟可愛有什麼差別 怎麼用一個形容詞 我也覺得很難 就是我自己來摸索 如果你說十七歲就定型的話 那就代表說 我搞不好 永遠就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摸索是好吃 是嗎 可是我不熱血啊 我覺得我的個性不熱血 我覺得我的個性就是 好像就是有點 柔柔柔的這樣 可是我好像有聽一個老師說過 性感不是說你舞蹈的性感 性感是你這個人很性感 外型甜蜜可愛還是內製是不是 我不是內在,是內在個性的話 就不是啊 就不是甜蜜可愛啊 可是你也太突然的轉 甜蜜小甜心是目前的印象 以後可能偏領結這類風格吧 好像有人跟我講是這樣 好 因為說話,你說性人的說話方式是哪一種 我也蠻好奇,可能可愛說話方式我可以 就是可愛的說話方式這種待一待我OK 可是你說了 說性感要用什麼說話方式 你們可以告訴我 性感的說話方式要哪一種說話方式嗎 而且好像蠻難的耶 可是我不喜歡那個 就是 怎麼說 就是 就是我想要表現出我喜歡的東西 可是別人不覺得是那樣啊 可是好像 好像有人說那你就做最自然的自己這樣就好 可是我就 不喜歡我那樣子 可是 可是我又不想要就是所有 所有都是 什麼看靈結前輩怎樣 因為我想要有自己 獨特的 就是 只是說 你說誰誰誰那類型的 我想要那種就是 靈靈那種類型的 嗯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就是被別人說到 就是靈靈那種類型的 你們懂啊 可是你說 靈靈現在就很獨特 可是 風格 哪一種的風格 我在摸索 你的晚餐可以嘗試多一點 不要老是這樣 嗯 你說什麼意思 等一下 你的晚上可以多嘗試吃別的 不要老是吃這幾樣 嗯 而且就久這幾樣 附近就久這幾樣 你看怎樣 靈靈內心 向外尋找 真正的你嗎 想要有靈靈那種類型 知名度也要有才行 什麼叫靈靈那種類型 可是好像說是 有人說要先順服自己 你才能去順服別人 所以你要讓我自己覺得說 好我自己也是這樣子 別人才會覺得是這樣 可能說我現在要是一個 帥氣的風格 然後我要打從心底 覺得我自己是帥氣的 然後別人才會有感染到我這種感覺 所以別人才會覺得你是帥氣的 嗯 可是好像因為 年紀還太小 所以就沒辦法 而且我的個性也不性感啊 我覺得如果說 我覺得如果是要說個性性感的話 那應該就是 阿普瑪莉亞前輩這種 對 就是 固定的形象 那就是我 就是沒有一個 我就是沒有一個形象在 你們知道嗎 嗯 吃水餃吃沙拉吃泡麵 沒有因為我來公司附近就久這些啊 我來猜一拳 我來猜一拳 然後兩場 天啊 討厭 因為 因為你們如果說 甜美可愛的話 那會太多 太多人 都是這種 然後現在網上隨便 滑一滑 滑一滑女生 全部都是那種甜美可愛 喔就是甜美 甜美漂亮 甜美可愛 其實太多了 我想要那種 比較特別一點的嘛 這樣子 就想要特別一點的這樣 有一點 好嗎 非常可憐 我們好嗎 我們好嗎 那這就好 我想要 一下 有一點 我們好嗎 我們好嗎 可爱现在感觉很特别 太多人了 我不觉得吗 就相对于什么知性美这种知性美好像就比较少人一点 对啊 可爱性感太多人了 诶 好像是诶 保护盾你好像抓到了一个点 可爱和性感排在一起 诶 对诶 好酷啊 好酷的总和 就是可爱也可以 睿智美 睿智美是什么 睿智美 睿智美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 我姓睿 然后名智美 睿智美 那一个人的名字 你们不觉得吗 睿智美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超可爱的 我每次把我们包包头 把那个包包头放下来 马尾的这个 永远是 是卷的 还是贵伦美吗 嗯 贵伦美 有一种睿智美的感觉 睿智美 灵灵灵 应该没办法 嗯 我觉得 我觉得 要等 就是年纪大一点才会更符合 不是啊 你知道 你知道我被 我被老师称赞过 你知道我被老师称赞过 我有智慧 智慧是怎样 智慧 智慧好像比聪明更高的阶级点 因为你知道 聪明有分阶级 因为他只是小聪明 小聪明之后再来是聪明 然后聪明之后才是 聪明之后好像是智慧 这样好像是有分阶级的 可是我竟然被老师称赞很 很有智慧 我一直想说 知识就是智慧 知识 知识是力量 但是智慧好像不是 是 我不知道欸 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是很小聪明 可是我又有时候又很有智慧 我也不知道欸 谢谢保护内送感觉 手补 智慧00有吗 你们知道 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完全 就是你们有 其他面向啊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直播 直播的面向 可是你们没有办法看到的就是 其他面向的零零 这样 除非我真的有跟你们分享 这件事情 可是我没有打算要跟你们分享啊 所以你们当然不会知道啊 那你可以在直播展现智慧的一面 智慧的一面 展现不出来的部分就很难做为形象啊 我真的也在想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欸 我觉得这跟努不努力没有关系欸 我觉得什么 你说 好比说 你跳唱歌这种东西 就努力练嘛 啊你这种形象 这种东西 不是做努力就有的 或是 其他东西跟你努不努力也没有关系 你们懂吗 智慧很难在直播展现 是没错啊 智慧非常难在直播展现 除非这是 有发生一件让 一件 事情 然后你有很有智慧的方式处理 这件事情 我跟你们讲 你们才可能会觉得 很有智慧 可是直播版人展现出智慧的吧 的吧 你会不会讲成语啊之类的 每次MC都爆出一句很厉害的成语 有吗 有吗 我每次MC都爆出很 很厉害的成语吗 哪一次啊 你是说 哪一次 你是说那个爱之生的之前吗 你是说哪一次吗 还是哪一次 对啊 形象是浩天的吧 你会说 那一遍 可以往哪方向 你是说很多成语的那种吗 你会说 你会看到这个面相努力 你会说蔡阿 恩前辈 很多人說他很... 掉 什麼叫他很掉啊 什麼叫他很掉 要展現出智慧的話 就是一種反差的感覺 是嗎 我說麵麵的前輩嗎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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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竹竹他的套車就是每次化妝都很誇張 欸你們知道 我現在還在學習要怎麼化妝欸 喔... 剛剛一直瘋狂的看美妝的影片 就是我一開始是... 你們知道我高中 你們知道我高一的時候 你們知道我還沒有進AKP Frotate 聽TP之前 是完完全全 完完完完全全 不會化妝 也不化妝的那一種 就是... 我到... 甄選還有... 還有... 就是前期的表演 我才開始 自己化妝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前期... 前期... 就是一開始... 為什麼所有表演 我出入登場 哇塞 那個妝天啊 醜到有爆炸 雖然現在也沒有好到那裡去 可是就是比之前好很多 我之前因為還抓不到自己的感覺 我... 天啊... 我有時候回去看我之前化那種 這攝影箱 真的是... 無法欸 這是... 我... 你到底在畫什麼 真的想問自己 我到底在畫什麼 可是現在好像要比較好一點 感情收放自如嗎 我覺得... 你知道... 我覺得... 甄選時的照片嗎 欸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你們知道... 我... 你知道... 你們... 撐雨傘那一張照片 是... 是那個... 撐雨傘的照片 是我國... 是我國小... 是我12歲的時候 那時候是... 去拍照 然後那時候我完全素顏欸 你們有想像那個照片 但是完全素顏嗎 這是... 這... 應該可能是因為... 我覺得我素顏跟... 化妝... 沒有太大髮差 可能也是因為我... 我... 沒有化很長一段時間的妝 對 因為我還沒有到達那種 就是不化妝 就不出門的那種地步 因為我無法... 我不能...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 就是... 好像還蠻多人就是... 女生... 就是如果不化妝 就不准出門 這種... 我覺得... 好像... 我... 我抓... 我get不到他們的那個精髓 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一個可以素顏出門的人 是因為... 有些人... 沒關係啊 ...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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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其實我都不畫眉毛的耶 可是 我不畫眉毛的原因是因為它太濃了 然後 因為我覺得我的眉毛很難畫 我沒有diss前輩啊 我只是get不到他們的那個精髓 因為我還蠻想要像他們一樣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保持自己的形象 我覺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好像之後長大後就變成說不畫 這樣就是一件沒有禮貌的事情 就在出現在任何場合中 不化妝就是一個沒禮貌的 女生化妝好像是一種禮貌這樣 你的頭髮有點毛躁耶 沒有我現在頭髮毛躁是因為我剛剛在跳舞 你是說剪齊頭髮 可是你們知道我剪齊頭髮很醜啊 就是你們看我如果把那個頭髮放下來 我中分是好看的 美尾的地方嗎 喔 你說這邊嗎 好像是齁 對啊 可是因為工作需要 所以就必須化妝 好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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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眼我它斷掉了 它斷掉 算了吧 嗯 化妝也增加自信嗎 嗯 是啦 就是好像之後就是如果很常化妝之後 對它斷了 它 斷了 嗯 嗯 嗯 怎麼叫我就事故啊 是什麼意思 你是不是洗澡洗臉都很快 嗯 洗澡洗臉嗎 嗯 沒有欸 我現在 我現在因為是夏天 所以我都每天洗頭 然後我每天洗頭 然後我每天洗頭都是那種 嘖 嗯 我都會先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們我洗澡的順序啊 直播講的會很怪啊 嗯 噢 所以你覺得說如果說我有那種想在別人面前展現出最好的自己的話 就會一直想要 不用回答 我知道 因為好像有人問 可是我好像就是想講 可是我不知道講的會不會很怪 可是又沒有說不能講 因為這好像也沒有不能講 可是就是 就是感覺好像蠻怪的 然後就算了 太低 沒有這太detail了 我沒有我不像 我不像私雅前輩 我每天洗頭 好嗎 我每天洗頭 講大概 就洗頭啊 然後用 洗兩次的 然後再用一次潤髮乳 然後 對啊 然後 都洗兩次 對啊 阿西雅前輩 聽說不洗頭 聽說很少 就聽說 兩天還是三天洗一次啊 沒有啊 我聽別人講的啦 不知道啊 零零每天洗頭 你們只要記得 零零每天洗頭 這樣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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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零每天洗頭 應援上以後就寫這句 可以啊 看你啊 可以啊 我沒有偶過反對阿 兩天洗一次 那是 那是之前 我現在 跟你講 我現在有在改變 我現在有在改變自己的那個 形象 我現在就是 每天洗頭 然後 洗臉 保養 好像每天洗頭 這是我特色啦 而且我發現我的 鴨翅滿整齊的耶 乾淨形象嗎 我沒有 你們 沒有我覺得 我覺得 我說形象好像就是 把所有 好 把所有好的 東西都聚在一起 就是一個好的形象 這樣 幫忙做些什麼 像我平常 也不是 我也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保養 因為 可是最基本的都還是有 乾淨感到沒有 那太浮誇了 沒有 那薄薄就毀了 一個他其實是 一定要用 洗面乳嘛 然後 洗面乳洗完之後 洗面乳洗完 然後 再噴 這個 活圈水 然後再後世化妝水 然後 在 偶爾 冬天的時候會用 保濕 然後夏天的時候 就只噴化妝水 這樣就化妝水 或是活圈水 活圈水 活圈水 浮圈水 這樣 我就只噴活圈水 就是這就是一種保養 因為我覺得我這樣夠 好 好 我是每天上妝前 會上保濕 下容美牙齒好看 謝謝 我現在發現那個 拆拳認身賽的那個 擂台的那個 東西 可以換位子耶 超特別的 好酷喔 但是好像 我也沒有把全部的歸咒與包園 好像有一副也是 天生的這樣 而且好像不是很多人都說什麼女生到了高中還是青春期就會長痘痘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還沒有到達那個階段還是我真的是不會長痘痘 因為我現在都16歲了嘛 就真的就是我不知道是因為接知年紀還沒到還是時間還沒到 還是我本身體質就是不會長痘痘 應該是還沒到達而已 是嗎 如果有那麼小嗎 我在你們眼裡有那麼小嗎 你膚質比較好而已啦 可能吧 可能吧 可是我的皮膚有點偏敏感肌欸 就是 就是一個敏感肌啊 我的皮膚就是一個很敏感的肌膚 你知道什麼叫敏感肌嗎 就是 碰到一點就會很癢 你知道我們學校還要考那個美容冰箭 你知道那個美容冰箭 不知道 那美容冰箭不是只要換那種類似舞台狀那種很浮誇的妝容 跟一般彩妝不太一樣 的那種妝容叫美容冰箭的妝 然後 我們學校教那個美容冰箭不只教化妝容嘛 還要教那個按摩 臉部按摩 然後你知道學校經費有限 然後又發給我們學生 又讓我們應付的來精那些東西 你知道 那個材料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 非常的 那個 怎麼講 便宜的質感 只是他們的質感沒有做出來 然後就變成說 然後 因為我們不是要臉部按摩 我們是要躺著 然後他們有發給我們什麼大毛巾啊 什麼的 他們的大毛巾是那種 一 然後他那個黏去全部飛出來那種 然後你就 這是什麼材質的東西 然後 他連那個 他連那個 怎麼說 他連那個 保濕的那個按摩霜 按摩霜 都那種 你抹上去的臉 你會很癢 然後很想抓 然後這樣趕快把它洗掉的那種 我就不喜歡 我們 就是我很不喜歡 可是還是要學 所以我沒有臉都沒有過 因為那真的太那個 這太不舒服 因為我臉真的很敏感 所以我只要 皮膚有泡那些東西 如果 沒有第一時間清洗 或是 沒有做好保養的話 真的會 你隔天你的皮膚整個會紅 的那種 對 便宜貨 那也沒辦法啊 對啊 它是規定的耶 他們規定一定要用 沒辦法 而且 因為那是考試 所以他們 發下來的東西一定是 同意的 所以你不能用你自己的 在外面 什麼康室美 或許真是賣的 那個彩妝品 不行 那要開始小心臉上的皮膚 這邊紅一塊 那邊紅一塊 會很明顯 沒有啊 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 我們已經烤完了 可是好像 我沒有過 所以高二還要再烤一次 沒有意外的話 但是誰管它 我才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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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那很不舒服耶 連粉絲都覺得好慘了 傻眼 高二 應該不是說高二要重考 只是規定一定要考到 而且如果你 這三年沒有考到的話 就代表 老師會一直催催 你都催到三年 這樣 你逃不過的 為了不要碰到那個毛巾 再一次過 再一次過 對 但是我就是沒過 而且 你知道他們 為了這個考試 他們有去另外辦什麼 多元課 你們知道什麼叫多元課嗎 就是 另外去安排課程 教我們那個東西 我沒有時間去上 你知道 我有報名 可是我根本就是報行安的 然後我報了 然後我幾乎都沒有去 因為 我太忙了 然後我根本沒有時間去啊 這 這下我怎麼過啊 我很好欸 對 類似那種 證照專攻班的概念 你們有上過什麼 證照專攻班 我真的很不喜歡考證照 我覺得他沒有用 不是 而且是 沒有 那沒別人 到底叫了什麼嗎 什麼叫 沒問別人 到底叫了什麼 你說教了什麼 教學那個教 沒有人要聽 因為不只我討厭欸 不只我討厭 就教那些 怎麼畫那些 冰箭的妝 你們知道 冰箭的妝跟 我們一般畫的彩妝不一樣嗎 你知道我之後就變成什麼嗎 就是我跟我沒有上課 所以我就把 冰箭那個妝畫得很像彩妝 厚厚的粉色眼影 厚厚的橘色黃色眼影 然後就變成 就是很像那種 歌仔戲 就是非常浮誇的那種 然後我就畫 能淡這樣淡 然後能混均勻混 能混的均勻 我就把它 我就把它畫得很像 就是正常彩妝一樣 那過的人多嗎 一半一半吧 posição要 existence 階居 大的 因爬 高 突然 嗨 誰 謝謝寶特瓶送的新吃貨 欸我發現旅怪是不是你把他改成寶特瓶了 旅怪 你是把他改成寶特瓶了 我有發現 沒有他應該是判我們沒有工作吧 可是如果叫我們考什麼偶像證照什麼這種 我勉強可以去考啦 可是你考那個對我沒有幫助 你懂我意思嗎 被抓到了早就抓到了好不好 只是一直不想講 剛剛你送我新吃貨我才把 我想說那我就現在講一下好了 領一句還那麼細心 我那麼細心的人你們覺得我不細心嗎 領領你領三倍券的嗎 我沒有在用那種東西我覺得很麻煩 可是對領領化妝有幫助嗎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是不一樣的東西 如果你們今天看領領的眼影是那種 厚厚的紫色 厚厚的粉紅色 厚厚的黃色橘色 你們能看嗎 你們能想像那樣的領領嗎 你們應該不會想看到 所以我平常也不會化這種妝 就我們平常沒有幫助 偶像真的要怎麼考啦 我平常就說 欸你們知道我真的就這樣 你知道我直接在考場 然後不是做一排 那要幫別人臉不安補 我就不會啊 我就在那邊 比愛心 然後那樣對評審飯店 然後 我直接把 把那個考試的場所換成那種偶像舞台 那種 你知道我直接在考場 嗨起來 然後每個人就這樣 就會有點 大一下眼光注意到我這邊 只是有點類似這種 職業病嗎 我不知道 就啥啦 我也不知道 就是一種很奇怪的人 大概就是 在考證照 然後我直接就是 你可能已經習慣對粉絲房間了 我就這樣 我自己回家的時候 想一想也覺得蠻好笑的 那種 零零認定 搞笑風格 沒有 我那時候就還要跳Aigata 我那時候 職業病 沒有 我那時候直接跳Aigata 我直接這樣子欸 我直接嗨起來 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奇怪 我真的是一個可以在 大佳明就是很安靜的時候 嗨 然後在大家很嗨的時候 很安靜的人 很突然 我帶兩件衣服 有什麼意思 佩服玲玲的勇氣 同學看到已經嚇死 他們可能 他們可能就是因為 這樣子他們才會覺得 我有職業病嗎 不是啊 你們知道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是怎樣嗎 就是我已經 萬靈 還有什麼東西 沒有 不是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們 因為我有上過戲劇課 然後 這我講過 我要再講一次 這不行這太好笑 我要再講一次 因為我有上過戲劇課 所以 所以我在上戲劇課的時候 老師會叫我們 演一些 不符合自己角色的東西 然後老師就叫我演 Muscle先生 就是 肌肉先生 然後 你知道我直接被老師說 甜美 他說 他指的甜美 就是我現在的風格 他說 他說 嗯 甜美跟那個 Muscle先生 不是畫上本 然後 他說 他說 你這樣是職業病嗎 我說 我這樣是職業病了 我說 怎樣 我不能 不能甜美 是不是 甜美有罪嗎 所以 建美先生 謝謝保護對送的剪刀石頭布 真的 很扯耶 喔 沒有 你知道 好像 就是我 好像在 從國小到現在 就是只要在班上 我就是一個很顯眼的人 就是從小 我就是一個很在 一個環境很顯眼的人 多聽幾次也一樣 好像就很好 你知道大家 之後就會就是 上課那個 上完課結束之後 大家在那邊學我 就是幾 就是 大家還看完嗎 在那邊學我 你在學什麼 我覺得這個part 可能可以在我 Happy Birthday的時候 就是 我覺得那個 那個 這段 可能在我 就是生日會的時候 演給你們看 我當時到底是有多好笑 不是啊 真的很蠢 同學都會覺得你怪怪 對 他們覺得我怪怪 他們會覺得你怪怪的 粉絲模仿好像沒有 我覺得粉絲看粉絲模仿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如果 靈靈眼的話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High 粉絲模仿好像沒有 我覺得粉絲看粉絲模仿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如果 靈靈眼的話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High 你們可能會覺得很High 而且你知道嗎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 我就是從小 在一個環境裡面很鮮豔嗎 我連 我 開學的第一天 我只是坐在我位子上面 有老師進來 然後看 他可能覺得我長得很可愛 然後回家就跟我說 對啊 一進班怎麼可以看到 長得這麼可愛的小牛 我想說 我是有長得可愛到讓你覺得 就是讓你印象深刻嗎 那我覺得那也真的就是我可愛到一個滿 就是不可思議這樣子 沒有啊 你知道我自戀零上線 你知道我們最近怎樣嗎 我最近就是在滑我舞蹈練習的影片 然後我就滑 然後有一個part 所以我轉過來 一個動作轉過來 然後我就這樣 微笑一下 我滑 微笑一下 然後 我就看那個我微笑的那個part 然後我被我自己game到 我還起雞皮疙瘩 你們知道很好笑嗎 就是 我直接 開始膨脹囉 然後 要開始膨脹了 我就這樣 我就看了我跳 你看到 我就起雞皮疙瘩 我再看一次 我連續看了好幾次 我就一直被我自己電到 那時候好像就跟我朋友說 我真的是被我自己的微笑 的笑容給電到 OMG 我也太自戀了吧 被自己電到 這是個什麼樣的風格 超自戀耶 我覺得我這樣不行 太自戀了 又這樣長不大 今日隔夜 被自己電到 沒有好嗎 換你戰士說 我的會員卡指比是不是00的簽名 那開心嗎 開心嗎 開心嗎 就是你可能 你說被自己電到是怎樣的概念嗎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可是我能舉例一下 就是 我 他講這樣 然後看到我自己講這樣 我就 OH MY GOD 好這樣 OH MY GOD OH 怎麼可以又 怎麼可以又長得這麼可愛的小妞 這樣 可是 這就是我 這是什麼概念啊 可能是因為太常被稱讚 所以 才導致讓我自己有這樣的覺得嗎 還是 我真的是討喜到 讓我自己也覺得我很可愛 很奇怪耶 開心 開心 開心就好了 開心我就開心 換你戰士對不對 開心我就開心 是怎樣 我每天醒來 看鏡子也會想說劉德華 你怎麼來了 發現是鏡子 刺眼孔的上線 覺得自己可愛的小老師表示有自信 可是我覺得我的自信 我覺得我的思考邏輯很奇怪 就是 你知道 我 聰明用錯地方 我的自信 我的自信也用錯地方 我 好像很多地方 好像很多東西都用錯地方 我沒有喜歡劉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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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附和一下 附和什麼 不行 不然想潛水聽到靈靈 自戀宣言 不敢 忍不住 扶上什麼東西 你知道我就是 真的是自戀大會很想照鏡子 但是怎麼會有人 但是怎麼會有人這樣 就是 那些挺韓前輩 他們應該也不會這樣吧 他們應該也不會這樣啊 你拿路邊的車來照鏡子 會不會以後你其實裡面有人 然後你這樣照鏡子 然後就 別人開窗說 哈囉 有人喔 你在幹嘛 很好笑 他們都會覺得自己怎麼長那麼醜 可是我有時候也看到自己也會覺得自己很醜 就是 可能要看當時的狀態吧 就是 可是如果 然後 我那時候覺得很醜 可能會再看更多次 然後越看越好看耶 美品函 前輩也很自戀 小滴前輩認證的 是嗎 因為我也是00粉 所以是00是 錢 啊哈 你不是喜歡嘉莉前輩嗎 謝謝小潔送的玫瑰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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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一個 越看越好看的狀態 這片的00最對味 最對味 他好像是一個吃到一個什麼樣的食物 然後吃到00的人 唉呦 00你蠻不錯的喔 我就是想要吃掉你的那種感覺 很對味 很對味 為什麼要用對味這個詞啊 是喜歡嘉莉但也喜歡凌凌 欸 欸你們知道 我剛剛不是說我會對那個評審比愛型嗎 欸 對評審 放 那是什麼 那是犯傻嗎 對不對 對 對評審犯是傻醬嗎 好 你知道 聽說 好像感覺 那些評審好像很喜歡我 就是 我弄得很爛 就是我根本不會弄 可是我弄得很爛 可是你知道我有幾分嗎 我雖然沒有幾個 但是你們知道我拿到幾分嗎 我拿到五十五分 五十五分 五十二還是五十五 我弄成那 我知道 我還有五十幾分耶 哇 羨慕評審 你們如果這時候再來的話 你們就看到 穿著那個 白色的技術袍的玲玲 白色技術袍 然後 我覺得我每次的成績又很奇怪 我每次的成績又滿就是五十九啊 不然就是五十八啊 這種 五十五啊 你知道有一次我就直接在倒半哭 然後 我拿到 比較很drama的那種方式講 我拿到五十九 五十九 然後他說 喔美容 美容五十八耶 然後又很激動 又難過又激動的情緒 我就演繹了一段就是 其實那時候我應該是用正常的方式講話 只是可能是因為我太情緒化 加上我太多 戲劇的 的 我不知道 然後我又演的 然後我在演戲 有時候我 我只是真的在認真跟你講一件事情 就變得我好像在跟你演戲 這樣 然後有些人就不懂 你今天到底是演的還是真的 可是因為 我每次 你知道 我那時候不是有跟你們說 我有演過戲嗎 然後就有人說 有人說 我演的鼻真 他的鼻真可能就是 那真的就是你的那種感覺 欸 你知道 零零零零零零 是誰打給我 欸 你知道 我的Cash Phrase 然後我朋友 他們就在那邊逗我 可能我們今天才藝表演 然後 才藝表演 然後我們要 表演 然後他們就說 那個零零 零零零零零零零 是誰打給我 在那邊打我說 然後零零跳舞了 零零跳舞了 看完演戲表達自己心意也是一種技巧 是嗎 又要來演技大考驗了嗎 你們要出什麼題目 你們要來了嗎 你們要在看完演戲 我上次不才演過 然後想再看一次嗎 你們想要看我的 爛演技嗎 你們想要看了一個爛演技嗎 你們想要看了一個爛演技 我可能還要再需要回家 我可能 回家還要需要磨練一下 我的爛演技 你可以對同學犯傻 你朋友什麼時候要選三級生 我朋友嗎 你說我的朋友啊 他們喔 算了吧 他們 沒有我覺得他們 應該不會 就是不會像我這麼的嗨 就是我已經被開發到一個極致了 就是 如果我是 一個正常的同學 然後沒有這種 那麼多的 表演率的話 我可能是 我現在直播 我沒有那麼多表演率 我可能就是真的 就是在這邊吃東西 算了吧 好傷人的一句喔 你說什麼傷人的一句 我剛剛說什麼 什麼東西 如果是 如果是那個 呃 如果是我朋友的話 他們可能就會講 是 非常的一個淡定 你們 你們這樣就會覺得 有那種反差 你知道嗎 然後現在是玲玲 然後我就會很開心 很high的跟你聊天 你說什麼 回到家看到 巴勒的時候的玲玲 你們 你們可以那個啊 你們可以出一點別的 有趣的 不要一直都是巴勒啊 好啦 我先演那個 保護隊所的 一回家看到巴勒的行 回家放東西 脫到鞋子 這樣 這什麼啊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啊 巴勒嗎 是巴勒嗎 是巴勒嗎 喔 對啊 我今天買給你的 巴勒 我覺得 其實就會很開心 巴勒 巴勒 這樣 高冷 沒有 所以你覺得我那樣高冷嗎 那我私底下 應該也蠻高冷 因為我覺得我私底下 不笑就臉很醜 其實我私底下是高冷 李玲在家都這樣嗎 但不是啦 我在演 剛剛分事兩角嘛 對 剛剛分事兩角 對 教授犯傻 妳有點尷尬 但又不能表現出來 妳說妳要我演嗎 妳們喜歡這種淋淋嗎 就是高冷的 我 因為如果說要真的高冷的話 我是可以高冷到一個 比零接前半還要高冷 那種 就是高冷到一個新境界的那種 可是你們應該也不太喜歡我這種 因為你們就會覺得很boring啊 是吧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有覺得我個性 其實不是完全的可愛 就是它有其他成分在 所以你們 所以我一聽到有人稱讚我什麼可愛 我覺得有點 我可愛嗎 這種 偶爾高冷就好 開始用釀了嗎 你們要出什麼題目 你們要沒有給我題目 我要怎麼用釀呢 什麼 銷售 給我一下 我可以當那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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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戲劇單當嗎 我可以當那個嗎 上面的都是題目 好喔 然後 等我一下 先把這肉咬完 可是我不想要一直演那種 好 好 好 等我一下 好 那時候暗爽 不小心偷笑出來 剛剛有嗎 剛剛你們有看到嗎 你們剛剛有看到我的表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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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嗎 有有有有 有沒有夠了 有沒有有沒有那種FU 有沒有 一點點 那種偷笑的感覺 有喔 這個 謝謝 好 換下一個 我現在在磨練我的爛演技 靈靈現在在磨練我的爛演技 等我一下 猜拳不小心贏了粉絲 粉絲難過哭了 路人 路人成員一起 你怎麼圓場 你說怎麼圓場 喔 沒關係 粉絲他哭了代表就是 粉絲他在意 他不想讓我們 他不想讓我們難過 所以我們應該要開心 然後也很謝謝粉絲為我們留下的這個 喜極 算是喜 應該不算是喜極而泣的這種 就是 同情的淚水 然後非常感謝這位粉絲 然後大家一起為這個粉絲鼓鼓掌 粉絲我愛你 有沒有 剛剛有啦 有啦 有圓場了吧 還是我有看錯題目嗎 粉絲 粉絲 粉絲越哭越大聲是怎樣 粉絲越哭越大聲 嗯 粉絲看來非常的非常的愛哭 他就是一個非常多愁善感的一個粉絲 非常自動的鼓勵 好奇怪喔 什麼東西 好 沒關係 好 下一個題目 剛剛演到哪了 你們再次做一個題目 我想要當戲劇擔當耶 我想要戲劇擔當 那你猜拳大賽還是要記得故意輸給粉絲喔 好啦 這位粉絲應該會轉推 他嗎 剛剛出這個題目的 也要轉推我嗎 我看來是應該不會啦 他可以覺得 這個怪怪的 這個偶像怪怪的 快點我要當戲劇擔當啦 快點啦 我可不可以當戲劇擔當了啦 快點喔 我的戲劇擔當就靠你們這些人認可 你可以再出多一點題目 難不倒靈靈的啦 我現在已經放開了啦 我都沒在怕了啦 那你也好被有好感的對象告白嗎 被好感對象告白 你們沒有人對我對戲很難演欸 還是你們要用留言的方式跟我對戲 搭捷運的時候睡著 然後被自己的夢畫弄醒 尷尬的情形 被自己的夢畫弄醒 被自己的夢畫弄醒 那我要說什麼夢畫啊 那我要說什麼夢畫啊 要睡覺嗎 好感對象 我啊 出鏡 那你要留言 你要跟我對戲嗎 為什麼都是那種很奇怪 可是你們好像很喜歡看00演 那種很奇怪的戲嗎 不是啊 那你照演是 演啊 我怎麼這麼可愛 蛤 我怎麼這麼 你說夢畫是我怎麼這麼可愛嗎 好 我怎麼這麼可愛啊 沒事沒事 我怎麼這麼可愛 這樣才能通過演技沒 你們剛剛有看到我演嗎 還是你們直接忽略到我剛剛那個演技 可是我不想要太浮誇啊 我想要演那種淡淡的心理 你知道還有一個叫心理戲嗎 這叫心理戲嗎 就是 內心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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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心戲是怎樣啊 是在內心裡面的感覺嗎 帶MiniCon 去看MiniCon 很期待要看表演 但發現自己沒帶票 來回拿票要三小時 啊我今天要去看MiniConcer 很期待要去看表演 但發現自己沒帶票 好 來回拿票三小時 所以我要演囉 然後待在原地不知道怎麼辦 好 那我可以有一些內心的台詞 就是獨白的部分嗎 好開心喔 我今天要去看MiniConcer 好不好意思這位先生 門票 門票 門票咧 門票咧 我的門票怎麼不見了 不好意思喔 你可能要回家再拿一下MiniConcer票過來 我家就苗栗耶 我家就苗栗耶 我要三小时 三小时 这样mini concert就结束了 我要怎么看mini concert 你说啊 我要怎么看mini concert 超级浮夸 然后待在原地不知道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想看mini concert 我怎么办 我到底在干嘛 我到底在干嘛 先生 挖那个要出国了 拿了 挖那个要出国拿 不行 我觉得我还要再磨下我的烂眼计 我没有在dis苗栗有个客家人 我客家人我家住苗栗 我家乡在苗栗 我没有在dis我家乡好吗 要在心里说对不起 零零没办法看你硬人 零零 零零 对不起 我没办法在mini concert看到你的舞蹈 零零对不起 好嘞 好嘞 够了 grapple 换下一个吧 我们以后直播會演戏啊 你们这样会不会看腻呀 好 不會很有趣 那你們要趕快把我訂成戲劇擔當啦 拜託 拜託 玲玲求求你們 拜託 拜託啦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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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玲要戲劇擔當 很好玩嗎 好玩嗎 玲玲撒嬌 你們是不是第一次看到我撒嬌 好 真的嗎 那你們要趕快把我訂成戲劇擔當 這樣倒 快點 快要結束了 直播快要結束了 一個半 你演廣告好了 假裝要推銷那杯水超好喝 好 等我一下 我要把它取個名字 不能用uni water 我要用 uni desi uni desi water 這樣 他說這是uni water吧 那不就uni desi water 所以我這樣 好鏘喔 等我一下 野女王 我不要喜劇擔當 我不要喜劇擔當 我不要諧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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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就不要寫個喜劇的劇本啊 快點啦 你們要同意 你們就要在今天 我就要在今天變成戲劇丹果 好 我不會weak 你要演廣告 廣告 好 我還沒有演 我要先 我要先喝一口水 我要講 我要想台詞 我要想什麼 我要說好好喝 可是這樣太頻繁了 你們幫我想一個喝下去的 你們幫我想一個喝下去的台詞 謝謝歡迎讚神送的樂 為什麼你要把神改成 為什麼你要把事改成神 討厭 水梨煮 I.O.N水梨煮 不行 不行 這不行 再幫我下一個 快點啦 你們還有 一點點時間 因為我要結束了 天氣那麼熱來一瓶如何 我不會weak欸 我有障礙欸 可以weak 我不會weak怎麼辦 沒關係 天氣那麼熱來哪一瓶如何 天氣那麼熱來哪一瓶如何 我嗆到 真的討厭欸 我可笑死了 嗆到是怎樣 原來我嗆到 我嗆到 我嗆到 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嗆到 如果你們要我演 真的假的也可以 你要先看我演嗆到嗎 不要我剛剛演過 我剛剛就是演的 演得很像 謝謝 謝謝 還沒有演天氣一瓶 天氣那麼熱來一瓶如何 天氣那麼熱 走一下 最後一口 天氣這麼熱來一瓶如何 我不會w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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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跟你講 天氣這麼熱來一瓶如何 走廣告找其他人 沒有 我剛剛 我剛剛就是嗆到 我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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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嗆到啊 很好笑 剛剛咳嗽版本比較好 冷就明明就是比較想看我出球 你們有看過零零翻白眼嗎 第十名是寶特瓶 謝謝寶特瓶 第九名是 北緣神推 謝謝北緣神推 第八名是小潔 謝謝小潔 第七名是 土包子 謝謝土包子 第六名是 歡迎戰神 謝謝歡迎戰神 第五名是 鋼鐵的鈴粉 謝謝鋼鐵的鈴粉 好棒 零零情慢舞 寶特瓶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是為什麼 你為什麼改成寶特瓶 叫旅關不是很好嗎 你為什麼改成寶特瓶 寶特瓶 對你怎麼了嗎 為什麼要把它改成寶特瓶 你不要旅關了嗎 旅關對你不好嗎 為什麼你要改成寶特瓶 你刷 為什麼要把它改成寶特瓶 因為歡迎戰神是 你幫我改的 喔不是吧 我以為你要歡迎戰士 然後你有改成寶特瓶 第四名是 別按成寶特瓶 第三名是你哥 第二名是一城 現在一城 第一名是保護隊 現在保護隊 蛤這是什麼 沒有啊 這是我剛剛演的 戲 就是 為什麼你要把它改 為什麼你要把旅關這名字改成寶特瓶 然後很生氣 為什麼要把就是 旅關改成寶特瓶 獨舌擔當是你 不是 我不是獨舌擔當 我要是 我是戲劇 我自己 自己講 自己講 我想要一個名稱 我想要一個擔當 可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很廢 我很爛 我什麼都不行 所以我至少要一個擔當 那當然就是戲劇 啦 我那麼的幽默 對不對 我今天好嗨喔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第四粉絲名字 沒有啊 我沒有在第四名字 你生氣囉 獨舌喜劇擔當 我不要喜劇 我不要 你很討厭 好不跟你們鬧 明明的戲走火入魔了 沒有啊 因為你們一直不答應我 要給我一個 戲劇擔當 這個東西 好 關播了 好快喔 今天好快喔 我一開始以為會很慢 結果很快 說到TVTV演戲 就想到零零了 你們要記得喔 可惟養奶怎麼想 現在才來 我都一定要關播 下次再給你機會 讓你演 好啊 好 你們不覺得我剛剛那個嗆到很好笑嗎 你們不覺得我剛剛那個嗆到很好笑嗎 我自己覺得很蠢 超蠢 明明就要演了 然後你如果在 如果你現在在那個 試鏡 然後你要演 然後結果你嗆到 改 你改完後 我說每次都要換 換影戰勝的名字 有點可怕 可怕嗎 我就嗆到不行嗎 很好笑啊 本日直播精華 你們要把它剪成直播精華 然後 阿 標我標我 你們有剪成那個直播精華嗎 然後放那個IG story 然後標鈴鈴 我想看我那個嗆到的畫面 我想回播看 應該蠻好笑的 可以剪檔 好幫我剪檔 你待會我幫我剪檔 好 掰掰 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小潔掰掰 保特瓶掰掰 戰神掰掰 保護隊掰掰 B 鋼鐵琳粉掰掰 掰掰 掰掰